赶炉屋 去不赶露面 有本事 只把头转过来 让我瞧瞧你长什么小样 喂 听到没有 这闹钟跟你放了闻小姐 不然到时候让你好看 你不是来救人的吗 怎么还不出手啊 有古怪 就一个人 怕什么 既然这么想表现 那这个机会就留给你 不过 要先等一刻钟 为什么 你干嘛 有埋伏 他在监视我们 我懂了 这是陷阱 我要去看他打架 你敢拉本小姐 主人把救人的任务交给你 你要辜负他的新人吗 救 我也没说不救啊 追都追来了 还藏什么呢 难不成阁下 真是个不敢露面的孬肿 全都更加伤了 你是奉阱的 出来了 我看你已经去挂��吗 你在这边 你坐在哪里 谁死了 我看你这边 我看你那边 都挺来了 许卖之宫 三星之宫 好面积的身杀 我要把你和岳天积极二为一 保护你的尸图 精彩 精彩 我就喜欢你练着无不认命的猎物 难缠 得先解决真实 尸图 都给我赏 请红杜鹰 赤竹了 来 快让我仔细瞧瞧这俊俏的皮囊 人呢 灭剑气 怎么可能 找到你了 游戏结束 叶少爷这就觉得自己赢了吗 还差得远呢 你 竟然也是傀儡 真让人扫兴 我还要再找一副皮囊 原来你早就死了 只是将神石封在了傀儡中 当年我被杀 虽然保留了神魂 却变成了不仁不鬼的样子 所以 我最恨你们这种活蹦乱跳的人 不过你放心 你这么强 我一定会把你做成我最漂亮的傀儡 肉身都美了 梦倒是做得挺美啊 鸭尖醉利 以后就让你哭着求饶 求饶的是你 不可能 用横之火怎么能被炼化 没什么不可能 游戏结束 本田之夜 这是 宿魂珠 原来是个傀儡在这装神弄鬼 吓本姑娘一跳 叶峰呢 她在哪儿 她打架去了 还没问呢 这丫头谁啊 主人的好朋友 没礼貌 她谁啊 不认识 路边简单 你 我警告你 不是什么人都能跟着叶峰的 你别拖她后腿 拖后腿 也不知道刚才是谁被吊在树上 你 我告诉你 你别打叶峰的主意 叶峰为了救我可是出生入死 我师父为你出生入死 怎么看成你一样呢 昆虑怎么动起来了 叶峰 叶峰 我吓死了 没事了 别怕 我让他们送你回家 我不走 我思思外出 太爷爷肯定要骂我 打死我也不走 灵灵 我身边危机四伏 你跟着我很危险 如果你出事了 我没法跟太爷爷交代 也是 怪我太弱 不能自保 玄月 晃回 我拒绝 虽然你是我想师父 但我要学本事的 才不干这种护送叛逆少女回家的杂事 如果我同意收你为徒呢 再用永恒之火 帮你洗嘴 你说真的 不能反悔 快快快 早起早回 别耽误我的正事 叶峰 我向你发誓 我会变强 成为那个最有资格 站在你旁边的人 你行了别说了 快点回家 乖 给你看个好看的 耸魂状 大师兄也死了 那绝杀暴国里的兽缘和修为 也被叶峰夺了 杀掉叶峰 提头来剑 是 历经万年 我终于要重临人间了 什么人 你终于来了 什么意思 又是这个地方 叶峰 来 来 来找我 出来一见 越往深处走 血脉感应局越发强烈 看来是快到了 自我重生以来 我一直觉得体内有股力量 在暗暗波动增长 是我前世 是从来没有感受到的 不知道它是随地经而来 还是与龙皇有关